來 5 4 3 2 大家好 我是張維敬 大家好 我是蔣義文 歡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請看新聞提要 中東國家敘利亞 從去年3月爆發內戰 潮世間衝突動盪 讓無辜的老百姓 變成了流離失所的難民 期待國際的救援 監獄是官犯人的地方 在印度卻有小孩住在監獄裡面 到底為什麼呢 跟著小主播一起關心 穿著白袍的醫生會救人 但不是每個都是天生神醫 小主播告訴你 變成好醫生的秘密 英文 你知道敘利亞這個國家嗎 知道 敘利亞位在亞洲的西部 屬於中東的國家 可是你知道嗎 從去年3月敘利亞爆發內戰以來 死傷人數已經高達3萬人了 對啊 戰爭使當地的居民 生活在恐懼當中 面臨了戰火的威脅 嗯 因為戰爭造成的經濟上的損失 更是高達至少一兆台幣 人道救援還有重建工作 也需要國際的援助 嗯 首先讓我們一起來關心 敘利亞 敘利亞位於地中海東岸 首都是大馬士閣 鄰國有土耳其 伊拉克 約旦 黎巴嫩和以色列 長達一年多的戰火 讓西里亞 不論是大城還是小鎮 出處都看得到建築被以為平地 滿目蒼意的景象 超過50萬棟建築 包括工廠 醫院 遊館 學校 醫院 清真寺 教堂 全都能逃一節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想要進來 我們想要進入我們的 第一個 因為我們在一起 我們想要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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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它們 對於它們 但是沒有失禁 人們 在這裏面 不可能 人們 沒有人 讓他來 在這裏面 如果它們 會 因为战争 希利亚国内的基础建筑 经济还有文化宝藏 全都遭受打破坏 希利亚总理说 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 高达340亿美元 相当于一兆台币 而反抗军预估的数字 更是高出三倍 为了远离战火 几十万希利亚人民 纷纷逃离到邻近国家避难 包括约旦 黎巴嫩和土耳其 都有大批的难民涌入 但是庞大的难民人数 却也让这些国家 快要没有办法附和 非常需要国际的援助 这么多难民离乡背景 逃离家园 饥饿 贫穷是最严重的问题 好在国际间的爱心 也来到了希利亚 不但在当地发放物资 也对土耳其 还有黎巴嫩的难民营 伸出援手 现在冬天到了 棉被耗保管物资 还有各种物资 够不够啊 所以要援助难民 联合国决定要扩大行动 希望能让至少一百五十万个人 能够安稳地度过这个寒冬 希利亚持续动荡不安 受害最深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原本就在希利亚提供援助的联合国 没有停下救援的脚步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在当地十四个行政区 对上百万辽里失所的民众 提供协助 不过在救援的过程 却碰到不少困难 目前接受援助的民众 大部分是借助在亲友家 或是暂时住在避难所 但是还有不少地方 包括首都大马市隔部分郊区 因为冲突不断 物资根本送不进去 世界粮食计划署 准备要开辟新的运送管道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 发挥爱心慷慨解囊 来帮助希利亚民众 这里是迪巴嫩 很多希利亚难民住在帐篷里 靠着罐头食品过活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 位于希利亚南部的里巴嫩 是希利亚难民人数第二多的国家 局无定所 贫穷跟饥饿 是难民眼前最严重的问题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在里巴嫩推行一项粮食券计划 发给美人一个月三十亿美元的粮食券 相当于台币九百多元 让难民购买自己想要的粮食 还能够刺激里巴嫩的经济 镜头来到土耳其 这里也涌入了大批的希利亚难民 爸爸妈妈每天都担心 宝宝会饿肚子 41岁的那夫爸爸 带着一家十一口人 从家乡斯利亚的古城阿勒坡 长谷跋涉到土耳其南部边境 远离了战乱 还有组合屋可以遮风避雨 除了领取发放的食物 现在还能上超市 买新鲜蔬果和食材 土耳其是 希利亚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 为了协助难民赌过南关 土耳其用电子限制卡的方式 给予每人每月45美元 相当于1300元新台币 可以直接在当地超市购买食物 收银员刷的不是普通的信用卡 而是提供给 希利亚难民的电子限制卡 事件用实际画鼠 和土耳其红星约会 在土耳其西南部的难民营 发送电子限制卡 避免营养不良的问题 不过随着希利亚内战的战区扩大 难民人数越来越多 人道救援团体担心 无法提供难民足够的援助 由于希利亚政府 和反抗军展现拉大 随着寒冬即将来临 难民处境可能还会恶化 避丽亚的困境 迟迹人也看到了 在台湾各地发起 目东依送避丽亚的活动 希望能够把暖暖的爱心 受到饱受战乱之苦的 避丽亚人民手上 为了要送爱到希利亚 请台湾的慈祭之工 全部倒了起来 捻贴纸箱 折叠衣服 装箱打包 新北市三重远区的仓库 这天变成了成衣工厂 志工们忙着整理二手衣 要帮助希利亚的孩子 渡过寒冬 志工整理的衣物 大多数是由各地环保站 回收而来的二手衣 志工不仅全部清洗过 也按照性别和尺寸分门别类 其中有一半都是小朋友的衣物 因为那些孩子真的是 因为都没有衣服好穿 所以我们很不忍心 因为他们那边现在 是最冷的时候 大人红色的衣服 就尽量的不要 到目前为止所缺的 可能是孩子 孩童的男女童的衣服 是比较欠缺 我们需要的是东一 台北慈祭医院的医护人员 也响应了募集东一的活动 把穿不到的衣服卷出来 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这衣服大概二十几件 是我跟我家师姐的 到自己以后 很多都不需要穿的 还有一些夹克 毛线衣 还有我家师姐的一些外套 就拿来了 把不穿的衣服捐出来 可以延续物名 惜福爱物 志工们细心地检查过每一件衣物 仔细修补 希望逃离家园的难民 不只穿得暖 还要穿得欢喜 因为送给他们的时候 也是一种尊重嘛 对不对 要整理好干净的 让他们接着也会欢心 得到满满的爱 仔细检视木来的东一 不能有破损或是脏污 再分出性别 尺寸 整齐折叠好 一一打包装箱 志工的爱也装进去 心里是满满的欢喜 我觉得我们台湾好幸福 能救济到 能帮助到需要的国家 来自台湾的爱心 终于在十一月初 送到了斯里亚那名手中 第一次发放的物资 主要是日常食品 包括面条 奶粉 茶叶 及罐头等的食物 是由此季志工负责 财卖和打包 而领取物资的难民名单 则由约旦当地的慈善组织提供 除了送上物资 志工也以融合的手语 和温暖的笑容 软化难民不安的心 在志工真诚的关怀下 不少难民都露出难得的笑容 不但是一种物资方面的需求 更重要的给了他们一种关爱 从他们的言行 从他们的神情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的确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 非常有意义 在冬天的阳光下 约旦和叙利亚边境的 尼安美小镇 那明满感受到温暖的祝福 与跨越国界的爱 行代宅男展女们 注意咯 运动在现在的社会里 已经是不可缺少的活动 大家都知道 抽烟对身体很不好 可是补运动 竟然跟抽烟一样不好呢 专家发现 抽烟的死亡率 跟不运动的死亡率差不多耶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跟着小记者一起去看看 对许多都会地区的人来说 因为工作交通等各种因素 想要走到户玩运动 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健身房 就成了大家运动的首选地点 不过你知道吗 根据最新的研究指出 不运动竟然跟吸烟一样致命哦 当然是危险 专家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的温和运动 像是快走 骑脚踏车或园艺活动 适当的运动不但能维护身体健康 精神也会更好哦 没想到不运动的坏处这么多 不但会罹患慢性病 而且死亡的人数也很惊人 台湾人还有亚洲庞富之称 如果你也是不运动或是每时间运动的不动族 为了自己的健康 一起到户外走走 多做做运动 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吧 如果有人做坏事的话会怎么样啊 被警察叔叔关在监狱里面了哦 所以监狱是关坏人的地方哦 对啊 可是印度有小孩子住在监狱里面耶 怎么可能他们是坏人吗 不是耶他们是监狱宝宝 那上学怎么办 他们有老师吗 有啊 太奇怪了吧 监狱是关坏人的地方 小朋友在里面做什么啊 跟小主观一起去看就知道咯 一山一山亮晶晶 唱歌游戏好开心 这个幼儿园看起来很平常 却不用缴学费 食物免费 还提供小朋友跟妈妈住宿 因为这是监狱 印度的新德里监狱很大 关了一万两千个犯人 也是五十多个小朋友的家 他们是监狱宝宝 也是守护生 照顾在这里坐牢的妈妈 如果孩子妈妈在一起 就妈妈在一起 就妈妈在一起 就看起来没有人 如果在外面有一个孩子 就看起来没有人 就知道你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就看起来没有人 就看起来没有人 如果是在一起 印度没有社会福利的领养服务 如果妈妈做坏事 被关在监狱 小孩子又没有家人或亲戚照顾 就很可怜 所以监狱特准六岁以下的儿童 跟妈妈住 监狱不是养小孩的地方 但是在这里 总比在外面流浪好 妈妈比较放心 也减少很多社会问题 印度希望基金会 自愿照顾监狱宝宝 他们在监狱开设幼儿园 聘请合适的女兽行人当老师 让他们善用坐牢的时间来回馈社会 不过六岁以后 他们就必须离开 不能再跟妈妈住在一起 所以希望基金会也有高中 附设技术中心 让长大的监狱宝宝继续念书 只要努力 读到大学都没问题 在印度 英文是接受高等教育 找到好工作的基本条件 所以基金会特别加强英文 就是用必胜绝技 终结贫困的恶性循环 山吉塔十八年前出生在监狱里 他想要改变命运 脱离贫穷跟犯罪的环境 所以努力用功 现在已经高中毕业 正在想办法去读大学哦 安琪也是监狱宝宝 妈妈朗尼是无期徒刑 挂进监狱时已经华日 爸爸也在住了 阿公跟阿嬷都很老了 没能力照顾他 所以监狱就是安琪的家 妈妈希望安琪能继续读书 当工程师 不过安琪自己有打算 这个监狱学校就是她开创未来的希望 为敬 我觉得当医生好辛苦哦 为什么啊 因为医学业要读七年才能毕业 所以毕业了就可以当医生咯 不是 还要考试级一个拿到医生执照吧 所以有执照就可以治病哦 不是啦 是不是还要实习 就像是母鸡带小鸡 跟有经验的医生多看多学 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位好医生啊 应该是有好心 关心病人 而且还要医术要好才可以吧 嗯 没错 现在跟小主播一起到英国跟波朗 看看他们的医生是不是一位好医生 医生会救人很伟大 但是第一次给人治病的医生呢 他们经验够不够 会不会害怕 开错他 或是治错病呢 传说说英国医院每年有个黑色星期三 这天是新医生的开工日 病人死亡率会暴增6%耶 所以如果生病千万别选这一天哦 为了降低医疗疏失 减少病人死亡几率 英国有个新规定 新手医生要接受四天的跟班训练 才能真实包人看病 我会减少了减少 我会说50%的迷失 和新医生的迷失 和新医生的迷失 这会不会很大厉害 因为有很多医生的医生 在他们看着很多医生 但我们一定会增加安全 英国每年大约有七千位菜娘医生 他们刚拿到执掌 没有真的医过病人 所以当跟班向老鸟医生学习 注意细节就会减少犯错的机会 这个小跟班的训练 让新医生熟悉工作环境 很快对医疗工作上手 医疗品质当就变好 让病人健健康康地回家 好医生要好心肠 等到还有经验了 他们不只会治病 还会用新科技做很多好事 过来有位罗伯特医生 就是专门用新科技 帮别人做耳朵 大会喜欢游泳 也是足球健将 但是旧的助听器 像全照耳机 整个头在头上 接收器则挂在胸前 所以踢足球时不能用胸 或头来顶球 很少脑筋 不过多过他的医生有秘密武器 这种超小型的助听器 它是太金属加声音处理器 可以开刀放进脑袋里面 就在耳朵后面 藏在皮肤下面 妈妈很放心 手术有两位外科医师进行 几位助手协助 罗伯特医生负责督导 整个过程只用了40分钟 但要观察几天 才知道效果如何 有了新耳朵 大卫开始新生活 不再受到限制 他的世界从日足 变成了有声有色 这一切都要谢谢好心肠 跟有好技术的医生叔叔阿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爱快快快 当初你心中的爱 爱爱爱 爱把我们连起来 来来来 为何人全说声爱 爱爱爱 吹下热情最高快 爱爱爱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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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感谢观看